台湾保育类动物灵脚骁去年8月曾经出现在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 直到今年2月突然消失 馆方以为是受到干扰另寻弃地 但几周之前在同一个位置再度发现了脚壳的踪迹 数量还增加了一倍 专家透过羽毛颜色判断 这一窝应该是灵脚骁家族 睁着圆圆大眼可爱的灵脚骁靠在树上一动也不动 看起来就像雕像 但只要有个风吹槽动立刻探头警戒 脖子伸长圆圆大眼瞬间变成锐利眼神 不断左右查看 而会这么警戒就是怕树上宝宝被打扰 这两只灵脚骁不但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三只的小灵脚骁回来 台湾保育类动物灵脚骁去年8月曾经出现在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 但今年2月却突然消失 馆方以为是受到干扰另寻弃地 没想到就在几周前 在同一个位置再度发现教科踪迹 数量还增加了一倍 而根据官方判断其中大只的灵脚骁头顶颜色相对深 应该属于成鸟 其他三只颜色较淡体型较小 疑似是亚成鸟 换句话说这一窝就是灵脚骁家族 俗称猫头鹰的灵脚骁属于二级保育类 是台湾脚骁属中最大的骁 它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头上树立像是耳朵的脚羽 以昆虫两耙类鸟类等为食物来源 除了会栖息在低海拔的阔叶林中 由于生活环境跟人类接近 因此也喜欢触摸在有人管制的场所 咒服夜出 这次灵脚骁在线顺利传宗接待 管方乐见其成 也希望他们继续在这里栖息 增加当地生态丰富性 同时呼吁民众 如果看到灵脚骁不要过度聚集干扰 发出噪音 以免吓跑交客们 记者黄富奇谈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